我的妈呀 这种外形像飞碟一样的碗 有人用过吗 在碗里装上食物 随便怎么转 食物都不会洒出来 太神奇了 这个小不点叫弹跳碗 只要把它反着掰过来 往地上一扔 它就会立刻反弹起来 自动弹到你的手里 哇 我已经像飞碟一样的碗 装上食物 怎么转都不会洒 但是弹跳碗 然后第二个一丢 它就会自动弹到你的手里 这两个碗也太好玩了啊 危险哟 快来快来 3日后 男朋友宝贝们 今天就来测试一下 这两种碗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 我们先来测试这个飞碟碗 看它这个外观 像实际上的飞碟一样 还挺酷的 它这个底部还有三个小腿 可以把它平稳地放在桌面上 我们把它上面带着打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啊 它这个碗一共共有三层 最里面那层是可以滑动的 诶 哦 中间这一层是一个圈圈 就外面这层就这种带孔的 好灵活呀 我们先来转一下啊 诶 你们俩 你问我怎么着 它里面的碗口都是超伤的 哦 才会激死呀 可以 这里我准备了花生和瓜子 帮你试一下啊 帮你试这个花生的 我直接把它倒着囊风没有撒出来 哦 哦 看 这层快了就撒出来了一点 再来多帮一点啊 先慢慢地试一下啊 慢慢地试没问题的 稍微再快一点啊 掉出来了一个 这样甩一下 它这个轻轻的是没问题的 动得一大一块 最容易拿出来 来放瓜子试一下啊 掉出来了一个 这装的少还好 再来嘞 这很容易就出来了啊 情况还是一样的 如果装的多了 动作大一点还是会撒出来 看来这个飞碟碗 并不能做到百分百不会撒 还是有条件限制的 接着来试一下这个短套碗 这个小碗 看来就是挺挺无奇的小碗呢 就是这个碗的底部 多了一个小按钮一样的东西 你也得测试可能弹性呢 但是这个碗的造型 今天怎么弹起来 它能弹成熟了 我们再装短先试一下啊 把它翻一下 这也没弹起来啊 再溜一下 它好高啊 再地上试一下 你看它好高啊 但是它好像躺别的地方去了 没有躺在熟里啊 再试一下 还是躺走了 怎么回事啊 再试一下 你看 弹回来了没有接住 哇 真的躺回来了 我知道了 它这个要这样 把它这样翻一下 捏了这个按钮 然后旋转转把它丢出去 这样丢才会躺在熟里 再烤地上也可以 看来这个碗确实可以啊 那大家海洋看我特别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可以再仔细告诉我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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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